4月底广东省农资公司购买的36363吨化肥 由某国货轮海洋号运抵黄埔港 现货时发现有13000吨化肥被水浸湿残损 为顺利索赔黄埔商检局迅速派员奔赴国内30多个收获点调查取证 鉴定残损货物净损失6097吨 为索赔提供了有利保证 目前广东省农资公司已全额获赔 被列为今年上海市政府一号重大工程的上海延安高架路东段工程 今天全面建成通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 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出席了竣工通车典礼 这条高架路工程横跨上海市中心的黄埔 靖安和卢湾三个区 全长3.06公里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新闻报告完了 感谢您收看 再见 所表现的心理与情愫的进程 殴割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 海神神 离水长 遥望湖乡 昂笑儿郎 蜜蜜蜜蜜蜜为国军军不幻想 西门是根据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的名著改编而成的六十集电视连续剧 该剧由中央电视台和台湾共同投资三千万元制作 全部镜头都将在中央电视台无锡影视基地拍摄 在开机仪式上来自台湾的影视创作人员 对能够有机会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电视剧表示很高兴 希望两岸能够联合制作更多的电视剧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我相信我们的台湾的演员还有我们的台湾的剧主 也都是希望将来能够在大陆这边跟大陆这边的电视台 或者说是剧主能够更密切地合作 据了解中央电视台和台湾影视创作人员 共同合作拍摄电视剧这还是第一次 西门无恨将于1998年6月和海峡两岸观众见面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坐落在广东南海市松岗镇的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 太平天国聚景区 今天电机开始动工兴建 据了解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 是中央台四大直属影视设置基地之一 占地总面积1500多亩 影视城内划分为东西两大规划区 东部为高科技景区为主 西部以太平天国景区为主 今天动工兴建的太平天国城主体工程 包括天王宫建筑群 东王府 翼王府建筑群 以及三组不同地方特色的防古街区等 结作 信它将会触动您内心深处最温柔的情怀 需要出版一套特别精美的关于中国美术的图书 我们也衷心地祝愿它并想成 大家好 这是11月28号星期五的中式新闻全球报道 拜托拜托 敬请会议次一票 距离明天 县市长选举投票只剩下最后的13个小时了 各地的选情为之沸腾 国民两党的辅选大将今天更是倾巢而出权力的雇票 那么今天选前的最后一页 我们注视新闻也要现场连线 带您到北中南各个一级战区 那么首先在两党可以说都是势在必得 也是被国民党跟民进党列为是指标战区的台北线呢 今天的车队短兵相接 到底是谁的阵营让人看得是眼花缭乱 一大早国民党秘书长吴国雄就率领一支上班拉票部队 到连接台北县市的光复桥 拉票败票象征谢神山要光复台北县 台北县打什么牌啊 总统牌 宣长牌 我们打的是谢神山牌 接着国民党副主席连战也亲自出马 陪同候选人谢神山车队扫街 握着手抓着心 最后选战业要的还是选票 台北县可以说是王牌进出 民进党苏贞昌阵营在最后一天 请来王牌助选人陈水扁压轴顾票 阿扁发出抢救北县动员令 呼吁不要让抹黑历史再度重演 无党籍的林志佳则是以守着桥头守着家 温馨的诉求争取认同 新党杨泰顺也有送力量给新党的全线车队大游行 晚上的台北县各阵营还有大型的造势晚会 互比声势比人气 选情沸腾 超级战区的大票仓将度归于激情的选业 而在这么激烈的选战当中 也被台北县卷入了文宣战当中的台北县立委罗浮柱 今天召开了记者会 他是紧咬着台北市长陈水扁 表示过去的选举他也曾经接受过 陈水扁也接受过罗浮柱的资助 但是台北市可不是由罗浮柱来主政的 他并且也强烈的抨击政治人物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利益 踩到别人的尊严 在台北县拥有十几万票实力的武党籍立委罗浮柱 面对北县六位参选人 有立委同胞和昔日好友 因为支持或不支持谁而引来批评 他除了谴责 也表达对自己人脉基础的信心 我自己怎么支持 我目前保密 明天就揭晓了 因为我过去所有支持参选的人 全部都当选 从来没有落选过的 正因为他的自信加上家人支持国民党籍候选谢申申 罗浮柱申觉遭到批评抹黑 尤其是来自他支持过的台北市长陈水扁 陈水扁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那么曾经请他的弟弟来要求我帮忙他 那么我基于个人的理念 那么我也相当程度的支持他 一个政治人物做事要平良心 不能踩着人家的尊严来达到自己的事业成就的目的 什么时候我的弟弟去跟他要求要帮我的忙 所以这些杂工呢 我不要骂白工 而另外一桩可能会对台北县选群造成冲击的台北县土地变更弊案又有了新的发展 警察官深夜收押了一名本案的关键人物 他就是地震局局长庄玉坤的亲戚林景荣 同时呢也将扩大追查其他涉案官员和鉴商 请将单位两天来持续大规模的约谈多名台北县政府的官员 鉴商以及省地震处的官员后 27号晚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将本案中的关键人物 也就是台北县地震局长庄玉坤的七秀林景荣约谈到案 由于他涉嫌重大 直接由调查局干员带到台北地检署 由雪萍检察官开临时侦察亭展开争讯 经过漏夜的询问后 在深夜11点多预令收押警戒 警察官询问过以后 认为他涉嫌贪毒等犯罪行业重大 而且认为说他有创政之余 所以我们必须收押 由于即将到选举投票日的敏感时刻 对于这项重大发展 检察官以及地检署方面 都已不便说明不对这名涉案人的身份 以及涉案情节多作透露 据了解林景荣极有可能替庄玉坤 其他官员以及舰上之间 担任白手套做洗钱的工作 而在同时 警调单位也针对一家冠德建设公司 是不是有跟官员串通 进行调查 冠德公司特别派出发言人出面澄清 我想七月份左右的庄局长曾经打过一次电话 给开发部的同仁 他希望我们对潜水 总经理所被一千五百万元的船款 特地向外界说明他的立场 公这些人是不是有涉及到 是活的公务员 公务员就贪毒 如果是公务员的话 那就涉及到诈期 我们的务必一定要延办 那不能够 我不能沾到一点点物点 我绝对没有沾起这个事情 县政府政风市主任张正复也为邮金背书 将近八年来 我们政风市所查办的案件 我们没有发现说跟邮县党有关系 张正复表示等选举过后 将会全力着手调查这件所会案 不过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在县府内并没有犯庆中这名人士 而县府也希望天赋建设总经理 因此也是由盈龙 在最后一天造势的重点区域 至于决战业 两个人都选在市区 做最后的游街造势活动 而在台东的选情部分 国民党提名的陈建年 一整天是在台东市的外围 以车队和徒步的方式 展开了大规模的街头拜票活动 另外五党籍的徐庆元 和民进党的黄昭辉 下午则带领了支出的群众 分别前往了台东地点署 指责司法不公抓会不利 而进行抗议 同样的为了进行最后的催票 雇票 一大清早分分动员了个型的机动车辆 号召支持的义工和群众 穿梭在基隆市各个大街小巷 一方面营造声势 一方面也向选民告急 希望支持者一定要集中选票 全力支持到底 而在外岛的金门县 今天国心两党都有造成的活动 国民党的候选人陈水在 一整天都以步行的方式 沿街向支持的民众拜票 由于在城市中青以及党部的全力动员之下 陈水在的阵营 拜票的声势相当的浩大 而新党今天则是在秘书长 王建轩和陈奎妙等人的领寻之下 到金门机场 向返乡投票的金门乡亲拜票 下午并且前往了金门县巡委会 针对金门日报连续刊登指责的广告 抗议违法不公 在连阵副主席秘书长吴伯雄等人的带领之下 陶渊现场候选人陈庚德 上午首先前往了景福宫上香祈福 预祝他能够顺利当选 之后一行人也选择了最热闹的市场地区 展开了沿街的拜票 连阵副主席并且代表国民党 向选民做最后的呼吁 最好 我们也各位大家 有评论 在决赛地最后充斥 让我们这些好 起来 感谢观看